母公司Meta今年3月的第二轮裁员再度大砍1万人 不过现在为了打造祖克博的元宇宙 不惜开出高价年薪抢人 Meta计划开发VR虚拟实境游戏 开出60到100万美元 将近新台币1828万至3048万的年薪 招募程式设计师 分析师指出Meta薪资行情远高于大型的游戏公司 甚至高出两倍以上 尽管不被外界看好 祖克博依旧不放弃梦想 Meta不但砸下数十亿美元开发 去年11月和今年3月分别裁掉1万人 更标榜2023年是效率年 积极削减多余的支出 省下来的钱又可以再度投入祖克博的元宇宙开发 传出一位Meta前员工表示 公司为了吸引优秀的人才 愿意支付的薪水行情远高于市场水准 为了避免与其他公司爆发抢人大战 市场 Prince 它 由于开发